7百名Uber司機 26號下午貿雨集結抗議 並出動大批車輛包圍交通部 為了就是整一口飯吃 因為Uber遭交通部重罰後 宣布暫停在台灣叫車服務 頓時讓許多Uber司機 少了兼差賺錢機會 其中有不少人開Uber維生 支撐家中經濟 少了這份收入 生活不知怎麼過下去 如果台灣失業沒有家人 我真的要跳河了 真的 我每天都活在恐慌當中 我們司機都是有計畫性的 要償還這些房貸跟車貸 對 那這麼好的東西 政府他突然間中止了他 其實對蠻多司機來說 生活上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司機輪番上陣拍桌發出怒吼 要求政府非出現有制度 比照美國設立TNC專法 來確認租立車的合法地位 如果今天可以有像TNC專法一樣 網路運輸業的方式 讓司機一樣可以擁有營業牌照 然後一樣擁有繳稅的身份的時候 Uber司機百分之百願意去配合 要求讓Uber在台灣能夠合法化 司機聯盟向交通部抵交陳情書 要求官員正面回應 我想你們的意見不理會都聽到了 那這個部分我們會來審慎來研究 希望各位能夠好好回去 遊戲假期後面還有兩天 我想交通部會關心你們的意見 面對Uber司機訴求 交通部沒有任何承諾 只強調會再討論 這讓Uber司機聯盟無法接受 揚言要是交通部 若沒有在一星期內擬出合理辦法 將發動更激烈抗爭 記者綜合報導